不得不承认采用英特尔7工艺并拥有混合架构的12代酷睿 确实是目前CPU中最强的存在 而想要打败它 AMD只能拿出基于REN4架构的锐龙7000处理器才行 然而现在来看 由于锐龙处理器的桌面占有率下滑严重 所以AMD不得不提前发布REN4处理器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关于AMDREN4处理器的消息 早在此前就泄露了很多次 而在今年举行的CES2022上 AMD也正式确认了其的部分规格 具体来看 REN4架构的核心代号为拉菲尔 将会归属于Ryzen 7000系列 并会基于台积电5纳米制成工艺打造 同时其也会首次集成基于RDN2架构的核显 但这部分将会基于台积电5纳米制成工艺打造 这也就意味着REN4将会拥有5纳米和6纳米 两种混合工艺 而根据台积电展示的制成不仅来看 相较于目前的7纳米工艺而言 5纳米的晶体管密度将会提高83% 性能将会提高13% 但功耗却会降低21% 除此之外 AMD也正式确认了REN4架构将会换用到AM5插槽 并将会与12代酷热一样 支持DDR5内存以及PCIe 5.0技术 然而不同的是REN4架构并不会向下兼容DDR4内存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用上锐龙7000处理器的话 搭配的X670、B650主板和DDR5内存等 又将是一笔巨幅的开销 看来还真是买得起CPU 但用不起啊 至于在详细规格方面 根据推的用户指出 由于考虑到积热现象以及成本问题 基于REN4架构的桌面端处理器 最高仅为16核心32线程设计 也就是和目前的REN3架构一样 同时最高的TDP功耗将来到170万 这样来看AMD真是要挤牙膏了 除此之外 由于目前热龙处理器的桌面振药率下滑严重 所以原本定于2020Q4季度 发布的REN4处理器 将会提前至Q2或者Q3季度 而根据推特用户透露 有可能会选在今年5月24日举行的 TOMPTX2022上公布 当然备受玩家们关注的RX7000系列显卡 苏妈也已正式确认 其将会在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出货 而首发将会有RX7900XT RX7700XT和RX7600XT等三款产品 同时定位于甜品级的RX7600XT 其的性能就能打赢本代旗舰RX6900XT 所以各位玩家们 请把你们的yes先暂时收起来 老老实实的做好等等档吧 至于REN4正式公布时 新的主板 DDR5内存 以及PCIe 5.0的固态硬盘等 又是怎么样的价格 能否买得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 说出你的想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